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與夫人陳佩琦 帶著身份證印章 一起來到住家附近的投票所完成投票 大批媒體守候 詢問柯文哲心情如何 反正每天把每天該做的事情做完 每一個階段再計畫下一個階段 今天天氣不錯 應該會好一些 下雨太冷就一定會有影響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在台南市長黃偉哲與多眠立委陪同下 回到戶籍地台南投票 今天風和日曆 是投票的好天氣 我鼓勵全國父老鄉親都能夠踴躍投票 展現台灣民主的活力 每一次的投票都很珍惜 因為這個是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我們都應該要珍惜民主踴躍投票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現身新北投票所 身穿運動夾克 一臉輕鬆與選民一同排隊 被詢問是否準備幸運小物 侯友宜身出手 救出近期拜票握手留下的痕跡 三名候選人完成投票 等待最後結果 至於等待開票過程要做什麼事 柯文哲說還要讀很多資料 外星的校說有會議要開 侯友宜則會到禁總衛工作人員打氣 現在是台北台南綜合報導 侯友宜宇宙建篇 靜心 只有